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明朝万历年间,在通州庆安县内有一个年轻人名为李强 他自幼便失去了父亲,是由母亲张氏一手带打 生活很是拮据,张氏性子柔弱,贱人都不敢大声说话 因此经常被村里的妇人嘲笑,都说为母则刚 张氏为了自己的孩子只能是强忍着委屈 去接些缝缝补补的宫活度日 周围的乡亲们见他一个妇人不好生活 还得养活孩子,便劝他改嫁 这家里没有个男人怎么也不行 再加上张氏生的貌美 因此便开始有人上门提亲 可是张氏担心自己改嫁后孩子受欺负 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些年来把家里的银两都花在了孩子身上 好吃的好喝的都给了李强 自己却是瘦得不成样子 如今李强已经长成了一个壮硕的小伙子 便跟着同村的乡亲们去城里做了调缴 虽然这活是又苦又累 但是正道的银两却比一般的供活要多上一些 如今李强开始挣钱了 家中的日子也就好了许多 隔三差五的还能吃上顿肉食 让母亲很失欣慰 这其中的不容易只有他才能明白 要说这张氏也是一个苦命的人 没有享受几天松心日子 自己竟是生了一场大病 险些要了他的命 幸亏郎中来得及时 这才活了下来 可仍然是留下了病根 需要吃药来续命 为了给母亲治病买药 仅仅几天便将这家中的积蓄都花完了 而且还欠下了不少的外债 张氏每天都躺在床上抹泪 说是自己连累了儿子 还不如一死了之 李强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根本就不会放弃母亲 于是便开口道 娘 您放心 我早已经托人打听了 最近王家要招人呢 像我这样身强体壮的 肯定会被选中 到时候您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在李强的一番劝说下 母亲这才心中舒缓了许多 于是便开口道 那王家乃是大户人家 若是我儿真的能去城 我也算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了 其实李强也只是为了安慰母亲随口一说罢了 这王家招人不假 可是这竞争却太过激烈 像他一个穷小子哪里会有机会 不过话都已经说出来了 他便打算去尝试一番 在几日之后 李强特意换上了一件新衣 因为今日便是王家选人 他定然要打扮得正是一点 准备好之后 他便急匆匆地出门了 很快李强便来到了王家之外 此时已经有着一大群人在此聚集 想必都是来着应聘的 看这架势 最少也得几百人 可王家只说招五名家丁 如此看来 自己想要被选上师男儒登天了 就在此时 一个浑身脏臭的乞丐 朝着众人走来 拿着一个破碗 走到人前便晃上一晃 显然是来要钱的 这附近的人们都等着王家开门 纷纷不耐烦地将乞丐赶走 也不知是谁力气大了一些 竟将老乞丐推翻在地 李强见状连忙上前 将老乞丐搀扶了起来问道 老伯 怎么样 摔得严重吗 文言老乞丐说道 多谢你啊年轻人 老头子我没事 现在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 一个个都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最基本的品质都丢了 像你这样的好人 一定会有好报的 不久后 只见王家大门突然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个老者 老者打量着面前之人 眼神还时不时地瞟向李强 李强心中不禁一愣 这老者怎么看上去有些面熟 只听老者开口道 我乃王家管事 今日便由我来管理此事 话音落下 便见到一些头脑灵活之人 上前送礼 在他们看来 要想从这群人中脱颖而出 只能付出相应的代价 谁知管事却开口道 这五名人员我早已选中 凡是我点到的便随我进府 文言众人皆是心中一紧 期盼着自己能被选中 李强默默地待在原地 却不料管事远远地对着他一指 中尾之人对李强是又羡慕又恨 不知道他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李强不禁心中大喜 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幸运 待到走进王家他这才明白 原来刚才的老乞丐 就是管事假扮的 为的就是考验众人 想必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吧 于是管事便亲自给几人 安排了供活 除了李强 其余的四人都被安排到了 别院帮忙 唯独剩下了李强一人没有安排 就在李强疑惑之时 管事却笑道 年轻人 你倒是赶上了一个好机会 恰好梁铺里缺一个学徒 这唯一的一个名额便给你了 你可要好生努力啊 文言李强大喜过望 这学徒可是比下人好太多了 李强不禁给管事跪下磕了几个响头 并保证道 多谢管事厚爱 小子定然会努力的 于是李强便去了王家的粮铺做学徒 管事还特意和掌柜打了招呼 让他对李强多多照顾些 因此掌柜不敢轻视李强 将自己的经验一一传授于他 李强踏实肯干 做事认真 跟着掌柜学了不少的东西 而且他的天赋也算不错 让掌柜试赞叹有加 仅仅两个月后便可以独自掌管粮铺了 自从来了王家做事 李强正道的银两便多了不少 于是李强便请来了高明的郎中 为母亲治好了病 让母亲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这天 李强接到消息 王家打算在城里开一家新的粮铺 要让他过去做掌柜 这可把李强激动坏了 于是李强便答应了下来 这新开的粮铺本来就不好惊扬 这对于李强来说算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于是李强便整日铺在店铺里 不仅对自己严格 对他的下属更是严加要求 于是在李强的操作下 店铺里的生意是越做越好 似乎都有些要将老店压过去的趋势 由于李强的出色表现 便收到了王云外的亲子邀请 李强内心忐忑 王云外出名许久 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可是再见到王云外之后 便是打消了他的顾虑 只见王云外生的慈眉善目 对他说话也是和言细语一般 让李强不禁心中一暖 经过了今日一叙 李强便和王云外变得熟络了起来 王云外对李强很是看重 不单单是因为他的能力出色 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品质 看到李强被王云外看重 王家上下对李强都是恭恭敬敬的 唯独一人 对李强是记恨在心 此人便是王云外的外甥柳成 这柳成自幼便跟随王云外学习经商之道 如今这王家许多的产业都是由他管理 所以柳成便养成了嚣张跋扈的习惯 在这城里也算是恶名昭彰 如今见到李强被王云外看重 柳成便心中不快 若是任由这李强成长起来 恐怕自己的这地位怕事不保啊 于是他便心中暗暗记恨上了李强 这天 王云外邀请众人赴宴 不料王云外却当着众人说道 今日老夫宣布 李强便是王家的少东家了 日后你们定要好生对待李强 闻言众人皆是起身恭贺李强 不料柳成竟是起身说道 老爷 这李强何得何能做这王家的少东家 我不服 只听王云外说道 我已经准备将羽燕许配给李强 这少东家自然是由他来做 此事就这样决定了 闻言柳成心中大惊 没想到王云外竟然要收李强为女婿 自幽柳成便在王家生活 心中早就对羽燕表妹倾心已久 只不过迟迟没有说出来 没想到现在不计王家产业归了别人 就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要被人抢走 柳成一怒之下便离开了席位 对于如此的小闹剧众人根本就没有理会 这次的酒宴完全就是王云外卫李强设计的 目的就是祝他日后好打李王家 自此以后 李强便与自己的未婚妻来往密切 二人早已互相倾心 等着李强熟悉了王家产业 便是他们二人的大婚之日 这天 王云外将李强叫到身前说道 强儿 这次我出门 你一定要将王家照顾好 带我回来便为你们举办婚事 李强答应道 伯父此次出行要多加小心 我便会将王家照顾好的 王云外因为有一桩大生意要谈 因此便急匆匆地出门了 谁知过了没几日便传来了噩耗 王云外竟然在路上被马匪截杀了 就连他的尸身都被带了回来 此次柳成跟随王云外前去 回来之时他这身上也是布满了伤口 再看那王云外的模样更是凄惨无比 王家便只好将王云外厚葬了 如今王家只剩下了王云外的妻女 柳成便拿出了一封书信递了过去 柳成说道 这是旧福留下的遗书 以后这王家我定会好生接管 妻子胡适接过书信打开一看 果真是丈夫的笔记 在书信上王云外说这王家有柳成操持 李强毕竟是个外人 难免会有些私心 母女俩见到是王云外的亲笔 便只好将王家交给了柳成来打理 柳成心中大喜 说不知这第一件事便是将李强给扫地出门 虽然语焉极力劝阻 不过这王家大权到了柳成手里 她一个女人又能改变什么 李强自打从王家离开后 便再也没和语焉见过面 这都是柳成安排的 而且李强为了谋生 便自己开始做起了小生意 不料刚有点起色就被柳成出手破坏 一来二去李强便将家中的积蓄都挥霍一空了 为了谋生李强只好去学门手艺 王家管事不忍心看到李强的现状 便为他推荐了一个木匠周大师 周大师见到李强踏实肯学 是个做木匠的好苗子 于是便将他收作了弟子 李强没有因为现状而自暴自尽 反倒是奋发图强 没日没夜地练习木匠手艺 如此认真的模样 让周大师很是赞叹 这天周大师将他叫到身前说道 孩子 我这里有一本书法残卷 你可拿去参赌 其中奥妙无穷 若是能习得一丝 够你一辈子受用了 文言李强连忙拜谢道 多谢师父厚爱 图二定会严加苦读 不辜负师父的期望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如今的李强已经到了出师的水准 原本学徒是要三年之后才可出师 可周大师对自己的徒儿很是疼爱 便允许他提前出师了 于是李强便自立门户 开启了木匠铺子 由于技艺精湛 价格便宜 因此很快就被大家所认可 找他做工的人是越来越多 这天李强来到了林县做工 可是他刚到主家便愣住了 他不可置信地说道 小五 你竟然还活着 为何会躲到此处啊 那被换作小五的男子猛然一阵 下一时便要逃走 一个不小心就摔倒在地 李强连忙将他搀扶起来道 小五 你告诉我 那天你和王云外出去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小五见到李强一身脏兮兮的衣服 不禁失红了眼眶道 李大哥 是小五对不住你啊 都是我害了你 是我害了王家 原来 当初柳城找到了小五 打算花钱收买他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去告知 马匪王云外的必经之路 好让马匪来趁机杀害王云外 原本小五是拒绝的 可是柳城却拿他的家人威胁他 小五只是个普通马夫 心中自然就慌了 在柳城的威逼利诱之下 这才叫来了马匪 他见到柳城与那马匪私通 逼迫王云外写下遗书 随后竟然挤刀就结果了他 小五看到王云外死去 连银子都不敢要 便带着全家搬到了这里 没想到竟然遇到了落魄的李强 李强知道了真相 心中大怒 他发誓一定要将这柳城的真面目揪出来 不过空口无凭 即便他说出了真相 恐怕别人也不会信的 就在此时小五却说道 李大哥 机会倒是有一个 三日之后 那马匪头子江奎就要娶王小姐为妻 你便可以趁那时候出手 听闻自己的未婚妻要被马匪抢走 李强心中便是充满了怒火 于是李强便打算冒险一事 待到夜里三更天时 王家上上下下便都睡下了 李强这才趁机从外墙翻了进去 按照自己的记忆 李强便来到了雨燕的房内 雨燕本以为是进了贼 可是听到李强的声音之后 竟是激动地喜极而泣 雨燕哭诉道 李郎 我等你等得好苦 后天我就要被那柳城嫁给别人了 你带我走好不好 于是李强便将自己知道地说了出来 得知真相的雨燕心中充满了怒火 若不是李强拦着 恐怕早就去找柳城决一死战了 李强说道 雨燕 我倒是有一妙计 不过还需你委屈一下 此次我定然要给王伯父报仇 雨燕说道 李大哥我都听你的 只要能给我父亲报仇 我做什么都可以 于是李强便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 由于担心计划暴露 李强便先行离开了 三日之后 一个脸上有着刀疤的壮汉突然来访 此人正是那马匪头子江葵 有着王家做他的眼线 江葵在这城里试来去自如 当江葵见到貌美如花的雨燕之时 心中不禁大醒 于是便带着雨燕 来到了山里的寨子 殊不知在他的身后 还悄悄地跟着一个人 正是李强 此时江葵在山上 已经喝得晕头转向 于是在小弟的搀扶下 这才回到了洞房之中 江葵望着床上貌美的妻子 心中激动不已 二话不说就扑了上去 谁知雨燕不怒反笑 只见他在被子偷偷地放了一条青蛇 这青蛇被困了许久 出来见人就咬 对着江葵的小腿便咬了一口 江葵瞬间就感觉一阵头晕脑胀 整个人便从床上滚落到地 当他在抬头看向雨燕时 却发现雨燕竟然变成了一个木偶 就在此时 一队官兵突然闯入 江寨子里的马匪全都捉拿归案了 原来李强利用秘书 为雨燕做了一个替身 随后便告知了官府 由他带队悄悄跟随 趁着马匪们醉酒便一轰而上 成功将这颗毒瘤铲除掉了 随后在县官的逼问下 终于是将柳城给捉拿归案 王家再一次回到了李强的手里 王家在夫妻俩的操持下 是越来越好 后来二人举办了婚事 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您的观看